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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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陳真旭老師 歡迎收看摩克斯基本電學 我們進入到3-12PART系的部分 就是Y形變成三角形 我們在前面兩個部分 已經為各位同學介紹過三角形變成Y形了 他們兩個之間的 形狀既然可以互換 三角形竟然可以變成Y 那Y為什麼不能變成三角形呢 所以我們在本次的重點會 為各位同學介紹 那兩者之間怎麼反推回來 或怎麼計算呢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下去 好那我們看一下Y形變成三角形的電路構造 一樣我們把Y形用綠色的 筆 把它畫出來RA、RB跟RC 那我們要轉換的 三角形用紅色的來表示 R1、R2跟R3 依照我們剛剛在PART A跟PART B 來做解釋的話 我們習慣上會把它做重疊 好那重疊起來的話 如果我們紅色的電阻的部分 計算完畢 黑色的部分的電阻就可以移除 那轉換方法 那轉換方法呢 就是利用重疊完以後呢 老師 為各位同學介紹出來的口訣 把它推導出來 好那所以進行Y形 畫為三角形的法則是什麼呢 三角形 更正 Y形電阻最遠的電阻分支 Y形電阻兩兩相乘之合 好那其實非常的老舌 其實就是 兩兩相乘之合 處於對邊 好那兩兩相乘之合 其實各位同學可以記到 其實Y是頁 對你就頁三次 兩兩相乘之合 處於對邊就是它最遠的電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套用法則的公式要怎麼列出來 好那R三角形呢 會等於 Y形電阻最遠的電阻分支 Y形電阻兩兩相乘之合 就是兩兩相乘之合處於對邊 好那我們看一下 R1的部分 那R1的部分的所在位置在哪邊呢 是綠色框框框起來的部分 就是裡面 就是這個綠色框框框起來的部分 那其中兩兩相乘之合 什麼叫兩兩相乘之合 第一個 RI跟RB 要相乘 第二個部分 RB跟RC也要相乘 第三個部分 RC跟RA也要相乘 好那這個是三個兩兩相乘之合 把它加起來 好這就是所謂的兩兩相乘之合 對邊呢就是R1的對邊 離R1最遠的對邊當然是RA 好第一個公式就可以列得出來 好第二個部分呢 一樣我們再來算一次R2的部分 R2的所在位置是綠色框框框起來的地方 好其中兩兩相乘之合 一樣是RA、RB相乘 RB跟RC相乘 RC跟RA相乘 那一樣我們把它加起來叫做兩兩相乘之合 除以對邊 除以對邊 好那我們的主角R2的對邊是哪邊 就離它最遠的電阻RB 第三個部分 R3的部分 R3的所在位置在1號短點跟2號短點的中間 也就是綠色框框框起來的部分 好一樣兩兩相乘之合 RA乘RB RB乘RC RC乘RA 好那兩兩相乘之合就是全部加起來 好那對邊最遠的電阻是RC的部分 好那各位同學其實兩兩相乘之合 在實物計算上面其實我們只要算一次就可以了 後面直接套用結果 好這樣子就可以把法則的公式列出來 好緊接著咧我們利用法則列出公式以後咧 直接來套用基本題型 我們來看看基本題型上面到底要如何計算 好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 Y型的部分是60歐姆、30歐姆跟20歐姆 好那我們要求出 圖上面的RA、RB、RC 也就是範例上面寫的如圖所示 求RA、RB、RC 好那步驟一 我們把它重疊 好重疊完的話可以得到最右邊的電路 好那我們來套用法則咯 好法則列在電路的最下面 好首先RA的部分咧 為各位同學解釋一下 RA算出來是60歐姆 那60歐姆怎麼來的 RA的所在位置 在綠色框框框前的地方 也就是B跟C接點的中間 好兩兩相乘之合 各位同學不要忘記了 我們可以比葉比三次 就可以記住了 好第一個 20跟30 30跟60 最後一個是什麼 60跟20 好這兩兩相乘之合 就是夾起來 接下來處理對面 RA的對面的電阻 60歐姆 好所以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是60歐姆 好同樣道理 Rc很快為同學帶一下 我同學再介紹的是Rb的所在位置 綠色框框框框的地方 兩兩相乘 20x30 30x60 60x20 好對面最遠的電阻 在30歐姆的地方 所以這樣算出來是120歐姆 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Rc很快為同學帶一下 好兩兩相乘之合 先把兩兩相乘算出來 20x30 30x60 60x20 全部加起來 就是兩兩相乘之合 處理對面 20歐姆 所以這樣算出來是180歐姆 這樣子咧我們就把 三角形Ny互換成功結束 好就是把我們的RbRc 把它算出來 緊接著我們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小單元咧 來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會 Y型變成三角形的基本定型 怎麼會套用在應用體型的上面 就是比較應用上面的電路 如圖所示 求總電阻Rb 那這個電路咧 其實在我們惠時的電橋也有出現過 那時候是電橋平衡 中間電阻可以拿掉 那老師放在這個地方咧 同學其實可以想一下 當然不可能電阻平 電橋會平衡 對不對 不然放在這邊就沒有意義了 好那我們一樣 依照範例的那個 要求來把Rb算一下 一樣我們來判斷一下 電橋是否平衡 好那電橋如果各位同學 不是很了解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電路圖 紅色電路圖 就是我們把剛剛 全部全黑的電阻網路 把電橋的部分特別用紅色的線把它畫出來 所以紅色線是電橋 好那電橋的部分咧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平衡 就是對邊電主要相乘 就是120乘上30 跟120乘上60 來這兩個相乘起來的結果 一定是不一樣 好所以是電橋不平衡 好如果不平衡的話 不要忘記了 我們就必須要做成 Y形電路轉成三角形 或者是三角形電路變成Y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Y形電路跟三角形電路的選擇 你到底要選擇Y形還是三角形 好那我們來觀察看 其實中間的Y可以變成三角形 好那為了凸顯這樣的特色咧 我們把中間的黑色的電阻 化成紅色的電阻 好所以咧 就是我們基本提起要求的 咧 你怎麼樣把Y變成三角形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重疊在一起 好那依照法則咧 我們很快把它順一遍 Ri的部分是60Ω Rb的部分是120Ω Rc的部分是180Ω 好那這個相關的計算咧 我們剛剛也有介紹過 如果各位同學不是很熟 其實 可以在課程結束後 用紙筆算一下 這跟老師的答案去比對看看 這樣你的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那我們把轉換後來求解 那紅色部分是我們的Y 轉換完以後變成三角形 我們把它畫在電路的座外面 來凸顯一下Y形變成三角形 所以左邊是轉換前 右邊是轉換後 好那變成右邊以後要怎麼計算咧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題目不要忘記是算Rab 來那首先 首先咧那個120Ω跟120Ω 冰年是60Ω 120Ω跟60Ω 冰年是40Ω 180Ω跟90Ω 冰年是60Ω 好那樣子就是先把外面 跟裡面的三角形 先做冰年的處理 好那處理完以後咧 繼續算Rab 好那60Ω跟40Ω 當然可以串連連結 所以變成100Ω 下面是60Ω 好那最後就是60Ω 跟100Ω的冰年 好所以Rab 第一就是100Ω並年60Ω 所以等於100Ω 加60 分之100乘以60 所以可以得到37.5Ω 所以可以得到37.5Ω 所以其實 整個那麼複雜的電路啊 簡化完就是一個簡單的37.5Ω的電阻 好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那在第三章 三至十二也是第三章的尾聲咧 一樣跟各位同學 再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是參照這本參考書目來做課程設計 如果各位同學對本次課程還有任何興趣 其實可以參考書目裡面的題目多加練習 好那為各位同學做個課程總結 好那我們在Y三角形的互換裡面咧 我們學會了三角形怎麼變成Y 跟Y怎麼變成三角形 那老師咧在課程內容裡面咧 緊就公式怎麼計算怎麼應用來告訴各位同學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公式推導的部分 那公式推導的部分因為 其實步驟還蠻繁雜的 所以老師咧就不在課程上為各位同學介紹 那依照各位同學咧 對串碧連電路的了解 其實把參考書目裡面的詳解 或者是自行參閱網路上面的推導 應該可以很輕鬆容易把它推導出來 這樣你在利用法則套用公式的時候 其實可以更得心一手更心安理得 好那本次課程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